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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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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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的学校正在召开表彰大会 小雪因为长期无私到敬老院做好事的事情被教导主人发现 龙火学雷锋容易称号 受到了同伴同学的嫉妒和老师的算言算语 这就是我们90年代学校生活的真实反应 而与此同时的校外 三个穿着超道琴的女生买完冰棍火拐沉离去 一脸威琐像的小贩盯着她们的背影目露邪光 她是否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到了晚上小雪走进了一家录像厅 里面正在放映蜜桃成熟时 看到这个青涩的小女孩进来 里面的观众露出玩味的笑容 而我们的小雪不为所动 不过这明明是一场美好的爱情故事 小雪却哭得稀里哗啦 旁边观众们一脸懵逼 影片最后 小雪收到了一张来自海南的明星片 而这正是大美梦想要去的地方 小雪知道大美并没有死 也许看到结局 你愣来一脸懵逼 凶手到底是谁呢 其实这部电影的重点不再破案 而是打着悬疑的名号 讲述了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 那些为成年少女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 对于性的探索 好了 故事讲完了 关注电影号每天又好亮 我们下期再见